半月莓芝麻松饼的做法步骤 1.材料 滴粉100克 泡打粉4克 盐1⁴小勺 糖15克 黄油25克 鸡蛋液15克 酸奶45克 黑芝麻 半月莓干适量 2.滴粉泡打粉盐混合 3.加入糖和软化的黄油 4.捏揉纸与粉类混合均匀 5.加入鸡蛋液和酸奶 6.混合揉成面团 7.加入芝麻和半月莓干 8.揉到不沾熟的面团 9.放到冰箱冷冻15分钟左右 10.放到撒了干粉的案板上 擀平约0.5厘米后 11.用蒙具压出形状 12.放到预热好的烤箱中 200度15分钟上下火中层 13.烧不烫时就可以吃得非常棒 使用的锅具电烤下 zust匀 20.相信 4.3.又有